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儿子从东北烈士纪念馆带走了赵一曼同志就以前写的遗书的复印件。 男孩的名字叫陈叶贤,回到家后他将母亲赵一曼的名字刻在了手臂上。 只要二十多年后,陈叶贤选择了自杀,死前声称愧对母亲。 这是怎么回事? 女英雄被捕,留180字,告子遗书。 赵一曼是小学课本里出现过的抗日革命烈士,他原名李昆泰,曾用名李一超,胜于1905年,足及四川一兵,是黄浦军校第六期的女学院。 课本未曾介绍的是,真实的赵一曼同现在的许多四川女子一样,拥有极好的肤色,她的滋容和气质也相当出众。 但外表柔弱且出众的赵一曼在抗战期间却一直是日本人文风丧胆的存在。 在被俘虏前,她曾在东北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期间她英勇无畏,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惜的是,在1935年11月的一次和敌人激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且以弹尽良绝。 于是,她变成了日本人的俘虏。 实际上若非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是不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因为毕业于当时中国最好军校、黄埔军校的赵一曼,在谋略、枪法等各方面都是极其出众的。 日军对赵一曼采用非常残忍,将身体削弱的她关押在寒冷超市的牢房里。 为了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他们连夜拷打数小时。 虽然饱受折磨,但赵一曼意志坚定,无论他们如何残忍,她都一字不说。 审讯中,凶残的敌人对赵一曼实行了近乎地狱般折磨的酷刑,对她进行惨无人道的言行别过。 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个弱女子,竟然有钢铁般的意志,无论如何严刑拷打,赵一曼就是一个字不说。 身负重上的赵一曼,面对敌人的酷刑没有丝毫的胆怯,甚至怒斥他们。 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 1936年8月1日,日军将赵一曼押往诸和。 8月2日,日军将他绑在大车上,并在诸和县城,游街市中。 大约,世界赵一曼正义凛然,一个日方军官竟发善心一般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赵一曼听完后,怒视着军官并把手中的纸券递过去说了一句话,他说,把这些话带给我家乡的儿子。 日军官看过字条后,向军警们猛一挥手,随着几声枪响, 罪恶的子弹便射进赵一曼的躯体。 赵一曼倒在了血泊之中。 赵一曼牺牲这年,年仅31岁。 儿子54岁,自一,有何隐情? 赵一曼牺牲时远在苏联的丈夫张达邦,一无所知。 他和妻子自从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他到处打听妻子,却音讯全无,整个人都无比焦虑。 战争胜利后,张达邦的家人也一直帮助寻找赵一曼的下路,但都一无所获。 因为赵一曼和张达邦结婚时,用的是礼仪超,所以家人一直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 赵一曼的儿子宁儿,也就是陈叶贤,长大成人后,也想见办法去寻找母亲。 一直到1956年经多方查时,陈叶贤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生母。 此时距离赵一曼牺牲已整整20年。 1957年,陈叶贤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平掉母亲。 当他看到母亲的遗嘱时,几乎哭晕,精神受到了重创。 和他一起干活的同志说,除了做事,经常看到他躺在炕上一言不发。 后来国家经济困难,很多人都没有饭吃。 他经常在路上看到有大量的饥饿人群,尤其是自己花钱又大。 那使得他工资已经上涨到了77元,却依旧要想派人借钱花。 生父陈达邦看他过得苦,便带他去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 这顿饭钱,让他开始反思。 自己已经背离了母亲的嘱托,他义正言辞地拒绝领取抚恤金, 却一直在享受着特权,和普通的百姓完全是天差地别。 1982年8月15日,陈叶贤始终没能抵御住生活的抑郁和命运的捉弄。 当同事去他家中,却发现他早已经自已身亡。 陈叶贤之所以自杀,虽与他个性有关,但同样也是时代的悲剧。 他将远比普通人幸福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 而这样的生活环境也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当然,陈叶贤自艺的真实原因恐怕只有他自己知晓。 据他女儿描述,陈叶贤一直身体不好, 在去世后也没有给两个女儿留下任何遗产。 只是叮嘱了几句话,不要以劣势后代自居, 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 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给国家添麻烦。 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 陈叶贤作为赵一曼唯一的儿子, 自觉愧对母亲,这才选择了自杀。 他的一生都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他希望自己像母亲一样, 却又不如母亲,勇敢坚毅。 想来,若他的英雄母亲赵一曼知道儿子最终会是这种结局, 他的心里定是会难过不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